今天我们来吃大石墨小豆腐 这家店啊 当地都没有几个人知道 据说呀 是在一个废品收购站的院里面 走我们看看去 废品收购站 你们看到了吗 哎呀小院 环境 这个是很淳朴 哦这是废品收购站 哦这一家 找到了啊 木柴全猪小豆沫 哎呀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啊 刚把房都给搬上来 小豆沫出来了 这口墨有多重 我还不知道啊 呃你也不知道 每天早晨得走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你们觉着 这个得走多少公里啊 这个大姐说 为什么现在一直用石墨 而不用机器呢 就是为了好吃 简单的两个字 说说简单 做起来却需要身体力行呀 拿勺子 你们看看这个豆沫 现在看了这个感觉 就有点像奶油 这个店是在 举县富有保健院的东北角 你们看一下这个环境啊 这个本地人都很少知道 哎呀这一勺一勺的 我们那吃不到 嗯 我咬一点 你们看一下 看到吗 看了一下 正好差不多一个小时 特别浓郁的这种 大豆的香气 哎呀 看这一大锅 这么大的锅炖多末 你们有没有见过 哦这是柴果地锅 木柴 木柴 木柴大锅 炖多末 这一锅 八十斤 哎呀这个火硬 有认识的吗 地瓜叶啊 这个地方这一把是 一块五毛钱 这个就是今天中午 做小豆腐的菜 准备下菜 哎呀 这是地瓜叶是吗 对 这就是小豆腐 焦东地方的一个传统小吃 哎呀给你们看看好东西啊 我靠 哎呀 菜不太多 有钻子可怜啊 这里面只有鸡啊 哎 鸡出锅了 哇 哇 又一个 这是什么 猪耳朵 这是护心肉是吧 护心肉 护心肉 还有猪心 好了 猪脚 母鸡 猪头肉 猪肠子 护心肉 哎呀 这个也是要的这个猪 全猪是吧 对 全猪 哦 他家好吃哈 嗯 对对 你看看 一人来了碗豆沫 不是 我吃了两碗 你能吃两碗 是经常来吃啊 对 豆沫来了 这个你们认识吗 虾 这是那个咸菜丝炒鸡蛋 这就是刚才出锅的那个老母鸡 这个是全猪 猪大肠猪肺 看一下 来 吃一个 这个大煎对吧 哎呀 这个豆香气特别浓 这个后面这是个石墨 看到了吗 好吃 这个再加点辣椒味道就更好 有辣椒吗 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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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这个 来 尝一尝 哎 好吃啊 它这里面放的是这个地瓜叶 也可以放一些那个萝卜鹰子 还有那个苦菜 季菜 沙菜 啊 山菜 总之这个菜是越少见 你放进去之后 这个汤它就越好越鲜 吃 吃了 全猪卷煎饼 再来点蒜泥 再来点蒜泥 再来点葱花 你看 自制一个美食 哎呀 你们看看 怎么样 我尝尝啊 从这边咬 特别好吃啊 这个店 马路上根本就看不见招牌 它那个旁边全被树挡住了 既看不见招牌 而且又在废品收购店里 大石墨 大锅 小豆腐 这种店啊 能开下来 老板一定是有金刚钻的 你们在这个地方吃饭 一般来说不会失望